為什麼不記述 原來是為了紅包 拿著麥克風唱出 對於台南地檢署檢察官的不滿 酸檢察官收紅包與商人 官商勾結 甚至在臉書YT平台發表創作 藝人做了15首歌曲 一審被以誹謗罪判刑五個月 這歌詞寫出來 因為我在高等法院開庭的時候 我有跟法官講嘛 你去調那個14次開庭的光碟 出來看就知道了嘛 知道他偷改到什麼程度嘛 就是說筆錄刪除之外 還有把影片剪掉 你這個人你都不調查 他說我有罪 這個我不服氣 起因是一場土地官司 劉先生控告誠信難此欺詐背信 劉先生因為不滿判決 將自認疑點公諸於事 先是在臉書PO文 暗奉被告跟檢察官靠金錢 有錢真好等話語 又在社群平台創作歌曲諷刺 檢察官涉嫌收賄 被法官認為這些歌曲 足以讓社會大眾 對於被指控者產生負面評價 因此構成誹謗 博之對臉書PO文二審逆轉無罪 但歌曲部分仍維持原判決 靠金錢或是說有錢真好 這個文字敘述 不一定在科官上會足以貶損 當事人的一個人格或是評價 所以我們這部分 由本院來改判無罪 發表比較具體的文字 還有歌詞的部分 認為這部分還是維持一審 有罪認定 法院認為PO文內容 應該要放寬言論自由 改判無罪 但改編歌曲部分 有罪確定 不得上訴 博留聲聲 不認為自己做法有錯 雖然敗訴 仍堅持不將歌曲下架 捍衛自身立場 TBS新聞顧手槍談談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